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把它作为一个入手的题材呢 是因为它体现了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的方法 你像梅花它体现了非常重要的枝干的穿插关系 能够在学习梅花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把线条的质量 线条的穿插虚实等等这样的一些关系解决好 竹子呢一个是画它的枝干 那么它是在绘画当中极少的有这种直线的这样一种枝干 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叶子 叶子呢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种书法用笔 人们常说它叫喜写蓝 怒写竹 那就是在画竹叶的时候呢其实是带有一定的这种主观的情感 它画的用笔相对来说要快 爽力 心神兼备 菊花呢它又是另外一种菊花有草本 有木本 那么它基本上是既带有枝干 同时呢菊花的叶子比较丰富 那就是表现块面 这个对笔墨的这种处理啊 对墨的处理上它有独特的作用 再有呢就是兰花 我们也称兰草 兰花呢它是一个草本植物 它代表了一个梅类 那么它在画的时候它特别强调这个用笔的这种 圆润 流畅 舒缓 自然 还有呢就是兰草之间的这种穿插关系 说一笔长 两笔短 三笔交凤眼 就是这样一些非常成熟的一些城市 都在这些题材当中体现出来了 我们今天就拿竹子作为一个范例 我们看一看如何来画好竹子 竹子的画法非常简单 它的这个元素啊就是竹竿 还有小的竹枝 然后呢再加上竹叶 这三部分组成 那么往往呢先画竹竿 画竹竿的时候呢如果说要它相对粗一些 我们就用大一点的这个抖笔 我们可以把这个笔啊就它叠子当中把它点成这种扁平的形状 这样呢画出来它有宽度 为了让这个竹竿有变化呢我们就沾一点水 那么这样画出来这个竹竿呢一笔下去之后啊它有一些自然的变化 它是追求的是墨的变化 但是呢并不是追求的那种光感立体感 而中国画的不追求立体感 画第二根杆的时候呢就是要和第一根啊有所区别 那么第一根是首先是它的这个粗细程度哈有区别 另外呢它的方向上不能完全平行 那么第三根我们可以这样交叉 那么竹竿这个竹节部分呢要用浓墨呢把它呃强化一下 要勾结 主干化完之后呢那么就是出枝 那么再到这个更小的这些枝啊古人就叫它雀爪 来的这个竹竹云呢就是这些地方长出来 画竹叶的时候啊要考虑到就是枢密关系 主次关系那你重点的哪一组竹叶啊要安排的什么位置 可以先画重点的部分 那么画的时候我们体会一下几种竹叶的画法 这一种是个子画法 分子 戒子 个子 无非就是这样几种组合方式 那么这一组完成之后再考虑第二组 第二组可以考虑放在这个位置 那么用稍微淡一些的墨 这个可以作为第三组 这个适当的加一些小叶来调节这个疏密关系 可以根据画面的需要加一些竹笋在下面 这张竹子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在考虑合适的位置提款盖章 那么一张画就完成了 左边就是分量偏重 右边大片空白 这片空白非常可贵 也不能全部破坏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简单的提款 那么提款盖章放在这个位置 和它基本上连为一体 它相当于加重了这一组叶子的这个分量 整体来看呢 这一组叶子 下垂的叶子 和枝干 和少量的叶子 它从这个视觉的分量上 它是均衡的 虽然不对称 但是呢最终能够达到一种力量的均衡 所以看上去之后呢 视觉上舒服 那么这是一个画竹子的一个简单过程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啊 给大家示范一个步骤和基本画法 那么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呢 可以举一反三 那么学会竹子 然后呢再学习梅花 蓝草菊花 各有不同的用笔特点构图方式 那么这些学会了之后啊 可以以此类推到其他的题材 基本上万变不离其宗 那么就是这些基本的方式 很重要的 就是这些均衡的一样 就像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 你之前有什么地方 我什么时候就会来 开好多的一样的 就像一样的一样的一样 我这种均衡的一样 你怎么就会来